大家好 2020年12月15日 第三部视频 钟南山 为自己的墓碑 揭幕 哦你也错了 为自己的塑像揭幕 这个 钟南山抗议英雄 这个带货高手 12日 回母校华南师范大学 附属中学 为自己的塑像揭幕 活着就为自己的塑像揭幕 这个不符合中国的传统 我相信钟南山 虽然不学无术 始终混迹在这个专家群里 充当这个中共 立的这种专家 立的这种神 医学界的神 替中共 骨蛇 造谣 他呢 再不记这种事情 肯定还是有所了解 都是身后 身后之后 后人 为自己的功绩 进行评论 点评 树碑 立传 等等 活着立传的 哪一个不是下三烂的王八蛋 哪一个不是这种 装神弄鬼的 骑士道明的这种货色 历史上 很少有人这么干 但是钟南山 但是钟南山还是 这个怎么说呢 标新立异 啊 嗯 勇往以 给自己 这个杯 来进行揭幕 这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呢 叫塑像呢 位于 这个 附属中学 奥校楼前 广场 整个高度 超过两米 不知道 超没超过 猫拉肉的 雕像的高度啊 钟南山 戴着眼镜 注视远方 脖子上挂着 听诊器 显然他这个学校 是希望借他的名声 来招揽学员 来 这个 树立一个名校的形象 但是你述错了 这是一个 魔鬼 早晚反正也得推倒 不过学校那帮人 也是附庸风雅 紧拍这个 钟南山 更是紧拍 庆丰帝的 马屁 清风帝 说他是神 那我就来造神像 学校也有名 校长也从工程里边 可以捞一笔 有名 有利 何乐而不为 反正不会犯什么错误 至于以后推倒 那以后再说 钟南山 在 抗议之中 做了什么事 大家都清楚 人不传人 他说的 可防可控 他说的 什么治疗方法 没搞出来 然后成天的 卖药 卖他儿子参股的 白云山盘 板栏根 卖其他的 有股份的公司的 这种 中程药 当时很合 这个 习包子的胃口 习包子就是 中国医药不行 中药凑 中药 竖起来神 反正是 反正是 故弄玄虚 怎么好的 你也不知道 也没有一个 现代 医学的一个 评判标准 稀里糊涂 抗议就成功了 这很合包子的胃口 所以呢 中南沙 带货 卖的 很合胖 后来 中南沙 这个神 继续 更高大上了 然后 再卖报典品 卖什么 我们都知道 这到底是个 什么货色 最后 吹哨的人 死得不明不白 报道真实事件的记者 都被抓起来 这个中南沙 到跑到 庙堂之上 风神 家官 不亦乐乎 现在呢 我们考虑一下 那他为什么 接这个杯呢 无非就是 像网红炒作一样 不能让自己的 这个形象 自己的这个曝光率 下降 还是得经常 以一种正面的 高大上的形象 出现在公众面前 骗那一些 被洗脑洗白了的 小韭菜们 看中南沙 你看又 得到了认可 在教育界 竟然成了楷模 被学校 立碑 以后我估计 还会有中南山传 这个抗议英雄传 等等等等 这种类似 都会出来 所以就像开头说的 所有 活着立碑立转的 没有好东西 无非活着立碑立转 就是为了 在他 剩下的这几年 苟延残喘的日子 尽量多捞好处 中南山 也是如此 曝光率上来 热度上来 还 这样就有广告商 来找他 继续 卖油 卖烂七八糟的 卖保健品 是不是再卖点 信用品 卖点 什么 这个 叫 叫什么 充气娃娃 到时候 在多多的撸银子 这种 吃人肉 喝人血 帮着中共 摇旗呐喊的 这种杂碎 畜生吧 老畜生 在中国有一句老话 叫 唯老不尊 这就是唯老不尊 很无耻的一种典型代表 我不知道他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在历史里面会留下这么一个浓重的一笔 对他的评价 要这些钱干什么呢 带棺材里 还是留给他的子孙 哼 留给你的子孙 小心 哪天 你的名字进了国际制裁名单 都给你没收 拜拜